鳳鋼國中舞龍隊舞動手上的龍身 氣勢磅礡震撼現場 還有北埔國中帶來祥室縣銳 八頭獅整齊一致的動作 展現獅王霸氣 一同慶賀東興國小動途開工 第一場 開工順利 風遼雨順 縣府積極籌建東興國小 渴望明年九月完工 邱縣長立為助理 議員等貴賓 立臨動土典禮 期盼工程準時完工 讓小朋友歡喜上學去 新竹縣分隊 一定非常負責認真 在議會的建築之下 我們全身全力 同心協力 讓我們新竹縣的教育的選別 No.1 不只只有特別的議員關心 是整個新竹縣的議員 都很關心這個議題 九月份 我們就有新的學校可以來念 東興的家長和學生 也一同出席的動土典禮 直呼好開心 希望可以早點到新學校讀書 終於盼到我們學校來順利的得標 然後今天有這麼隆重的一個開工儀式 我是東興國小第一屆的學生 我弟明年要升小學了 所以我希望我弟會有全新的校舍可以了 有新學校讀很開心 希望我們小的升小一的時候 就有全新的校舍可以讀了 我們好期待好期待這麼漂亮的校舍 期待已久 那很高興能夠準時的在這個年度 可以開始動工 現在年度能夠順利的駐進這樣 很高興 今天工程能夠順利的召開 希望往後一年天氣能夠很順利 然後讓整個工程能夠順利的完成 東興國小位 竹北市六加五路 及加封十一路段 屬於新竹縣高鐵特區 學校佔地約兩公頃 是以客家土樓為主體 以高鐵的速度感做切線穿過 設計出半圓環狀的概念 兼具人文與科技的美感 讓小朋友在優美的環境下讀書 特別就是因為它有傳統的客家 所以我們採取客家的圍樓 那我們應該在高鐵的一個特定區 所以我們把高鐵的那種速度感 把它加到整個的一個圍樓裡面 東興國小預計在明年開學前落成 提供小朋友優良的學習環境 邱縣長一直將教育列為施政重點 播出40%的總預算在教育大業 提升新竹縣教育品質 創造更優質的教學環境